小飞哥 真是好多謝你 抽了這麼長時間 在幾集裡面能夠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我相信你真的可能從來都沒試過 被一個主持人問了這麼多問題 一來我真的抱著一個好奇的心態 因為不是每一個人有你這種經歷 在你的一個經歷 這麼長久的路育生涯裡面 給我的看法 如果是一個普通人 他們都會認為是真的沒有希望 真的好像世界末日一樣 是已經不知道以後會將來是怎樣發生 因為你可能終身監禁這幾個字 就會是永遠印在你的心裡面 你是沒有辦法沒有希望可以再走出去 是什麼令到你可以繼續令到你前行 繼續抱著有一個信念 我認為開始的時候是為了生存 要抱一個僥倖的希望 我能夠出去 因為真的沒有這麼深刻 都能明白到或者真的出去不到 但後來慢慢明白到這些 得到知識教育和道理 所以我就知道只要我有一口氣 就有希望 所以我很多時候跟人說 Happy new breath 意思是我們要珍惜這一口氣 這一口氣就是我的生命 有這口氣我就有生命 所以在這個坐牢的過程之下 我是不能夠放棄這一口氣和生命 人其實你在情緒一低落的時候 你真的沒有辦法可以控制自己的思維 因為你每一件事都會好像惡性循環 越想你就越鑽牛角尖 越想你就會覺得越差 特別是你身處在那個環境裡面 很多年青人可能他真的一時的一念之差 犯的錯誤 就導致他要誠實很大的一個後果 就好像你當初一模一樣 所以你現在你所做的 可能你就是想給一般的年青人知道 不要走差踏錯 而又真是很透徹地 令到他的內心可以改變 讓他知道你如果是因為你還是愛你的家人 你真的還是對你的家人有負責任的 你要不要令到自己再犯 不要自己犯錯 那個是重要的 不要走差踏錯是很重要的 但是就算你走差踏錯了 不要放棄你能夠改變自己 改變人生 因為你要為自己爭取那些機會 千萬不要放棄 你有沒有一些人你接觸過是教不了的 你認為他 講了給他聽 他仍然還是類似在犯 有 在我自己的朋友圈子裡面 我有些朋友還是改不了 你有沒有抱著你的信念 繼續不斷地去灌輸教育給他 有 永遠當我見到他們和他們交流的時候 永遠都想他們好 永遠都跟他們說 永遠都不放棄 我跟他們說我不會放棄你 其實我跟你接觸了都是很短的一個時間 但是我覺得你是一個很執著的人 很堅持的人 在你這麼長的牢獄生涯裡面 你一直堅持著 認為自己還有一個這樣的希望 還可以出來的 很多的人可能根本就已經放棄了 不知道真的還有沒有這樣的機會 但是給你也真的可以爭取得到 也都能夠可以走得出來 在這個社會可以和我們一模一樣 每一個我們現在這個社會的人 一模一樣 你和我都一樣 你現在都有你的家庭 我相信你現在你的家庭都非常幸福美滿 你現在好像有一個小朋友 一個女兒 一個女兒 和我都一樣 我都是有兩個女兒 我們都是一樣有一個很平凡的人生 一直這樣繼續走下去 而你的不同可能就是和一般人有少許不同 是因為你有一個很長的故事 在你的人生當中 已經印在你的生命裡面 而你又要將這個人生的經歷 要像一面鏡一樣 照著給其他的人看 給很多的人作為一個借鏡 這就是你以後的使命 這就是你以後的使命 你總結得非常之好 三少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在做同一件事 用自己的人生經歷去如何為社區貢獻 不是每一個時候 或者我們會做一個非常正確的決定 但是我們的心 就是想其他人好 而他們不會去貧窮 不會沒有飯吃 不會沒有屋住 因為我不想我家人是這樣的 所以我不會想其他人是這樣的 所以在這一上面 我就認為我們還用我們自己的能力 去盡量幫助自己 幫助家人 幫助社區 如果我們有這樣的目的和宗旨 我們人生就會開心點 快樂點 在節目一開始的時候 我一訪問你 我就已經在這裏說了 就是說 我們其實人生裏面有很多高低起伏 我們現在能夠可以真正地把握到我們現在的人生 可以將我們現在的東西 我們其實人生 好像你所說 都是很短的 再幾十年 又是下一輩 又不同了 在你的人生裏面 我相信最大的原因是因為有人給你一個機會 而令到你可以有機會 可以和我們普通人 平凡人一樣 有一個這樣的機會 走回這個社會上面 可以繼續我們的生命 我相信今後 你和我的責任就是 能夠再給一些機會 給一些需要 有機會的人 他們可能 好像我們以前 過往過著一些這樣的生活 他們可能在 我們華人的社區裡面 可能過著一些很草根的階層 他們不知道自己 明天是要過什麼生活 每一天都是過著同樣的事情 但可能他們真的在等 有一些機會可以給他們 所以我相信 今天我很開心 就是能夠和你 小飛哥聊天 又和你交一個朋友 將來我們 可能真的要繼續 去做我們現在繼續做的事 多謝三少 要請我上來和你分享 多謝小飛哥 今集三少天地 我們很榮幸 多謝小飛哥 能夠上來和我們聊天 下一集 希望大家可以在同樣的時間 繼續收看我們 華語電視的三少天地 多謝 多謝